好 我們剛剛提到的教科書 柯文哲他最近 除了前面的太監說之外 他現在好像又跟人家翻臉了 翻臉對象是誰 是美麗島的電視 美麗島的董事長吳子佳 好 到底是為什麼事情翻臉 原來是因為 這個吳子佳取消柯文哲 董事長開獎高雄場的粉絲見面會 被他形容說是不是開戰柯文哲 好 科辦這個地方也有回應 他們回應待會要怎麼來談 因為裡面太多的貓膩 我們現在來看原本是 在這個下禮拜的時候 要在高雄場辦 因為他們台北場已經辦完了嘛 台北場就是引發太監說的這一場 那高雄場原來是因為 高雄場人數太少了 那吳子佳的說法是說 我原本跟你講說 因為人太少了 我們是不是要換一個主題 換一個方向等等 但是沒想要約討論 三天耶 整整三天沒有回覆 所以說就直接取消好了 那柯文哲就說 好啦沒有付錢 那取消只能認了 那吳子佳也把這個 Line的截圖給大家看一下 他說 報告科事長 小弟懇求見你一面 商量節目如何進行 都不可得問號 實在非常意外 連約您見面安排時間 都如此困難 非常遺憾 好 所以blah blah blah 一大堆 所以製作單位 降於下週一公告取消 敬此 弟子佳敬上 好 那吳子佳又有說啦 我身為一個美麗島 電子報的董事長 我竟然被你這樣對待 為什麼 因為他連讀都沒有讀 回也沒有回 人家是以讀不回 他是未讀未回 他就直接嗆起來了 唯一和我如此互動的 就只有你啊 因為侯郭都不會如此 好 我們來看到第一場 是柯文哲在這個台北場辦的時候 的確人數是蠻多的 直播有5萬人 觀看人數70多萬人次 那現在就一個說法啦 因為他辦完柯文哲之後 他要辦的是郭台銘的場 這個郭台銘的場是7月21號 這個高雄工廠是7月22號 一個禮拜五 一個禮拜六 禮拜五辦郭台銘是要在新北場 那沒想到20號隔天 辦這個柯文哲高雄工廠就說 因為你人數不足 所以取消了 那現在呢 陳志翰好 這是我們這個 柯文哲這個辦公室的發言人 他說無對活動要求高啊 那7月14到7月22號 多場見面會要籌辦 難以搭配時間才取消 這一段話裡面被大家 抓出來的是什麼 你有多場見面會要籌辦 難以搭配 他暗指的是什麼 你柯見面效果好 影響郭見面會因此而取消啊 你想想看 這何邏輯嗎 前面7月9號直播這麼多人 那而且他的這個演唱會票 8800塊秒殺 怎麼到高雄廠反而說沒有人去啊 而且這個人數非常的少 所以我們就直接來停辦 所以現在是不是在打說 你是不是因為7月21號要幫 郭台銘來辦 那之後又不想去高雄了 所以才跟我取消了呢 還是你被郭台銘收買了呢 來 志昊哥到底怎麼回事 我先講結論好了啦 其實我們還是很感謝這個 這個 董事長幫我們辦了一個 在台北廠這麼好的一個這個會 大家主持人也講到 他不管他的這個流量 還有這個觀看人數都創了很多的新高啦 那據我的了解其實沒有什麼太 我覺得是溝通上的一個問題 第一點其實 我相信是指家董事長 他在對這個節目的要求上 其實是非常的高 那據我了解他曾經有要求說 必須在多久以前要做一個對稿 等等的這個動作 可是可能說的時間太晚了 所以在配合上面會有一些困難 那造成可能他的誤會說 我們不積極的配合 其實都是有在溝通的啦 有嗎 人家說等了三天欸 連回都沒有回 我現在講這一趴啦 我剛剛講是說在工作的這個SOP的 比方說你要RAE稿啦 你要做一些事情的這個對稿 這方面其實都有在講 只是因為他的過分時間比較短 所以我們在回應上面 可能比較慢了一些 那至於這個LINE的這個對話 其實是這樣子啦 其實說真的 有時候我有急事要跟我們的科幣報告 他也是不讀不回啊 因為他的行程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忙 趙哥 現在志涵姐的這一段話 真的是聽起來好像是針對於 認為吳子佳他好像只偏向郭董那個地方 是 真的是這樣嗎 其實我節目前我有跟他通了一個電話 來問他 其實大家完全沒有這個意思 的確是在後來 其實我們有提出一些需求跟要求說 那針對我們這個高雄這一場 到底是不是可以繼續來辦 其實你看這個時間軸有一點 就是說本來你看這個 子佳董事長也是說他要下週一 才會公佈取消嘛 可是劈一趴啦這兩天就公佈了 其實我們也有點措手不及啦 其實我們還是很想繼續做一些溝通 哪邊如果做得不好或者要怎麼樣 我們繼續把它完成 其實我們對這一場還是有所期待 可是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這麼早做了一個公佈啦 那至於你說這個志涵講的這個 到底有沒有在講過的 其實我覺得他沒有針對性 那純粹是不是因為在這個 在約訪的時候 或在約這些行程的時候 的確感受到可能直接他董事長也很忙 也很忙 所以他沒有辦法真的達到一個有效的見面溝通 或怎麼樣才造成後面這樣一個誤會 我基本上覺得是這個樣子啦 遠之你這樣一路這樣聽起來 你會覺得真的沒有偏袒郭董的感覺嗎 說取消就取消 柯P不是這個網路聲量高 大家都很喜歡他嗎 怎麼連人都沒有 如果柯P第一時間有回吳子嘉的話 就不會有這個訊息嘛 因為吳子嘉顯得清楚他說 等他三天想要見面討論一下內容都沒辦法 那為什麼會這樣 應該是說柯P在台北場有一些 我覺得不如吳子嘉表現的期待嘛 就是說吳子嘉問他一些問題 他沒有針對吳子嘉的問題回答 所以他想跟他累稿啦 我想是這樣啦 所以他就想說 這一次是不是大家可以再聚焦一點 所以跟他 但是三天沒有回人家當然就覺得說 你到底有沒有誠意 那第二個是 假設你的票都已經賣滿 賣完的話 我覺得吳子嘉也不會那麼無聊去取消 因為都滿了嘛 那現在是說跟你內容又溝通不到 然後呢票又沒有賣完 1800個座位置賣了600個 對 那當然大家會緊張啊 然後再來就是說態度 就是說遇到困難也無所謂 辦活動本來有時候就離一口口 很複雜一些事情 但大家要坐下來 想辦法把它解決嘛 天然問題是說 沒有辦法約 沒有辦法解決 那當然就是 不然就先取消好了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 辦活動的人他求好心切 希望活動辦好 當然我覺得做這個 反應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過這個還是要由民眾黨去說清楚 因為我感覺民眾黨第一時間是 是想要推給吳子嘉說 啊因為他接了很多大的活動啦 啊人家比較有錢嘛 所以比較想帶這樣的感覺 因為我從柯文哲回吳子嘉的訊息裡面 好像有這個味道 因為柯文哲有寫一句話 因為也沒付錢嘛 所以也只好尊重 這個我等一下解釋 其實我會解釋一下 其實這個董事長開講這節目的確是沒有 他不是賣票的 他是給你登記入場的 所以其實這個節目他並不是靠這個賣票的收入來支撐 他是靠這個節目的流量 對這個子嘉董事長來講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柯董其實真的是很 對不起 我們柯P真的很單純 柯董你都講出來了 他不是要被併購是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其實講的非常單純的反應 他只是說 因為說真的我們是來賓嘛 這個主辦也都是這個董事長在辦嘛 那也沒有收錢嘛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就是當然是 隨著這個主辦單位的說法嘛 如果真的要取消他也沒辦法 是這個意思啦 沒有啦 我這聽起來怪怪的 我覺得即便是有付錢 你即便是有付錢 人家一直約不到你 然後賣票不理想也是可能取消 我剛剛有講啦 其實約不到 其實不是說真的約不到 其實幕僚都有在溝通啦 可是我在猜可能總統上 他是真的很想面對面的跟這個柯P 那柯P真的形成太慢了 應該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剛剛說吧 我真的我本來還沒有那麼多詞意 聽完之後超多詞意的 如果全部都沒有錢交手 然後沒有付錢 這句話在從哪裡出來的 什麼意思 我剛剛沒聽 如果按照你的說法是 沒有送門票錢嘛對不對 那你的意思柯P也沒付錢嘛對不對 對 那柯P的說沒付錢是指什麼 他沒有說沒付錢 因為我們沒付錢嘛 因為我們沒有付給主辦單位嘛 所以你們是要付給主辦單位錢嘛對不對 沒有沒有沒有要付 那他才會講說 因為我們沒有付錢啊 那我們當然是 就這樣啦 我們是來賓嘛 主辦單位也都是這個董事長這邊嘛 那既然我們也沒有付錢 因為有些人假設我們有付錢 假設我們是付錢去辦這個活動的 我們當然有話語權嘛 我都付錢給你要辦下去啊 那就是因為我們沒有付錢嘛 那主辦單位如果說必須要取消 那我們當然就只有尊重 觀眾朋友 現在最下在爭論的 其實就是這句話 沒有付錢啊 有兩個解釋 第一個是我沒有付錢給你啊 所以沒有什麼差 第二個事情是不是因為我沒有付錢給你 所以你就不幫我辦了呢 這個沒付錢取消只能認 然後現在有兩個說法可能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 正常人看到這句話會覺得說 今天是因為我還沒付錢 所以你不一定要交貨 對不對 是有點這個概念 所以但是 自豪的說法是因為我沒有付錢 所以我只能尊重你 對不對 對 但我覺得這個就是話語 大家可能自己要去拿捏的 因為說實在也沒有人說得清楚 對 大概只有這個柯文哲跟吳子佳 自己知道這個實際的一個金錢往來狀況 那我說我尊重他這個 這個自豪提的看法 那我的意思只是說 今天最主要的問題 我覺得有幾點 我覺得很遲疑的 第一點 柯文哲在回訓的時候 他說 他說我都有把你的訊息轉給我排行程的人 對不對 他說他這樣說到沒有錯 對不對 但他請問他沒讀沒回 沒讀要怎麼轉訊息出去 你沒有讀 你沒有把他轉訊息 大家也用LINE對不對 你一定要開起來這個視窗 你才有可能去按分享 才分享的出去說你要分享給誰 你要突破盲點 那你沒有讀 因為你看這不是隨便說的 吳子佳在那個 在爆料出來的截圖裡面 對不對 你就可以看到上面是沒有讀的 後來爆料的其實是有讀的 但一開始爆料是沒有讀的 所以你沒有讀你要怎麼很想出去 你要怎麼請行程人去排 所以我覺得這是第一個盲點 可能要去釐清的 我覺得第二個盲點 其實就是說到底到底 柯文哲跟吳子佳談這件事情 當時談的條件是什麼 因為今天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如果今天你是談好一個條件 說我之前要先跟你 你都沒有做到的話 那對方當然可以很不滿意嘛對不對 那如果對方是突然之間 覺得說因為成效不佳 然後跟你要約這個時間等等 你要討論時間 我覺得這稍微又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其實 當然討論的結果也只有兩位知道 但這個我覺得也是很值得去理解 第三點 第三點 我覺得我還是要強調 看到每次的爆料訊息 我的觀感都是一個 我都是看誰是綠色視窗的 因為綠色視窗就是自己截圖的 因為自己截圖 不是說人家截圖的 所以可見吳子佳會截圖下來 去爆料給媒體 就代表他已經是蠻不爽 對不對 這已經是要把這公開化 所以我覺得今天不是單純 好像是什麼活動 這個沒辦法 這要求很高 這很明顯就是什麼 就是尊重不夠嘛 就尊重不夠嘛 我今天吳子佳我認為 我也是一個董事長 我也是有媒體聲量的人 我甚至於是幫你的 我在幫你 我辦得這樣開獎 多少人參加 結果你連一個基本的尊重 你都沒辦法做到 所以這個不是我 其實沒有辦法去怪任何民眾黨 其實你說 陳政黨也不用去怪他 為什麼 因為這個都是直接 他跟柯文哲在對的一件事情 這不是幕僚在射手處理 幕僚在射手處理 像國民黨這黃建家等等的 你還可以去怪他 但這個狀況是直接跟柯文哲嘛 對不對 那視窗上寫的就柯文哲三個字 所以柯文哲讓人家沒受到尊重 我想這也不是第一次啦 但確實現在看到的結果就在眼前 好 這個見面會的風波 想必還會再燒個一兩天 到底怎麼樣 雙方可能要講清楚 那我們現在來看到是現在藍白河嘛 大家也想說到底誰要河 誰要河 誰要跟誰配 這金普通昨天也有說話了 柯侯配百分之百不可能 但人家問說那侯柯配呢 那你要去問一下柯文哲 簡單來講就不可能是柯在前面啦 那另外之前不是有說法嗎 現在因為要爭老二嘛 所以現在國民黨要使盡全力 去K這個民眾黨 他說下令全力打柯的是 綠營的炒作根本沒有關係 我們還是有合作的機會 好 說到這個藍白 還有綠 撒卡圖 我們先把這個郭董先撇開 撒卡圖的情況之下 藍白河一加一會大於二嗎 還是等於二嗎 還是小於二嗎 我們來看到的是日本學者 小麗元猩猩 他在去年這個選縣市長的時候 花邊人家形容 哇他太準了喔 那接下來他的說法說 支持柯的年輕人 因為不喜歡藍 藍白河可能會棄票 賴在最前面 但是無力加速 最大變數是鍋 鍋台年 柯人氣最高 但是易犯錯 喉現在還在忙著整合 所以他怎麼看藍白河呢 他說一加一 不會等於二啦 甚至不會大於二 好 來 我要問四位了 現在日本神預測的政治學者 我剛剛提到的小麗元猩猩 他們說藍白河一加一 不會大於二或等於二 你同意舉圈 不同意舉差 三 二 一 哇 大家回答 有默契了 三人都都有默契 來 原字開始 這很難 這個非常難講啦 這個不是說數學問題 因為情勢還是不斷在變化 因為有些支持者 他有時候他不投票 他是會覺得說你們分裂啊 你們都沒有 你們都不團結 你們都不整合 我何必來支持你 所以有的時候 當他們看到藍白整合 非綠力量整合之後 他反而會覺得說 那我願意出來投 有人是這樣認為嘛 但小預言他的講法 我覺得某種道理也是有的 就是說有一些支持白的人 他不見得是喜歡國民黨 所以藍白合了之後 他有可能跑到綠這邊 也是有可能 所以那你講說到底哪個因素比較大 哪個因素比較小 因素太複雜了啦 除非你真的用很科學的數據去調查 否則真的很難去判斷說 他到底是大還是小 來一下 我覺得我大致也 我覺得第一個還蠻有默契的 因為大家都選擇說 不知道要舉圈牆還是叉叉 所以就都舉起來了 但確實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 到底能不能一加一等於二 或者不等於二 我覺得這個按照目前的民調數據 其實不是說得很清楚 真的不是說得很清楚 因為第一個問題 其實就是說本身這個 這個郭台銘的狀況 郭台銘狀況 他是代表藍還是會為代表藍 這個其實都會對這一加一 到底等於什麼 有重大的一個變數 但另外來說 我覺得還是其中一個重點 就是你今天談到 我覺得我之前 其實在招合這邊節目也討論過 我覺得白有他的獨特性在 真的有他的獨特性 就是說今天你真的把他藍白合起來的話 先不論誰當老大誰當老二 我覺得這是其次 但重點這個獨特性 會不會逐漸的被取代 或者是淹沒 我覺得這都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這個目前為止 我覺得我很難去說啦 但是確實 我認為現在 至少我必須相信大家說的話 那相信 就一部分是99.99999 不會有整合的可能 第二個就是 金普聰說 這個是100%不可能 所以至少我覺得眼前 必須相信這兩位的話 我認為整 這個應該是一個假設性問題 這個可能性還是蠻低的 來 志豪哥 這樣子啦 這本來就不會是一個數學問題啦 比方說假設現在科是30%的支持率 這個猴是15% 不可能到時候加起來剛好 這個假設是科出來的話就45% 不可能 本來就不是這個樣子 但是我必須說 其實這個論點我已經講了非常多次 這次的選舉 如果從現在的狀況看起來 未來不要發生任何嚴重的重大事件 三咖度或四咖度我們就恭喜 我們這個賴清德當選 躺著選 就這樣子嘛 這是很簡單的議題嘛 但是如果從今以後 科跟賴是在緊咬 在那邊一趴兩趴三趴緊咬 然後猴還是在那邊十幾趴 或者換成誰 還是這樣的趴數的話 那我覺得 最後還是會有一個整合的機會 絕對會有的 這叫棄保 所以我講得非常明白 其實就是會這個樣子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 當然這個民調隨時會變 隨時會變 都會不一樣 可是我覺得基本盤 大概就這樣 這個你們的賴清德 目前來講就是差不多35 你注意看 差不多35 40 因為基本盤就在那裡 它再低也低不到哪裡去了 它再高也高不到哪裡去 其實後期就是看 完全會不會有所謂的藍白核 但是你剛剛講這個99.99% 其實我不太同 它不是說不會合 我們不是說不會整合 它整合的方式是什麼 因為科幣向來就是講 只要是理念相同 都說我們台灣這塊土地 為我們人民好的 大家都可以來談嘛 為什麼不可以談呢 聯合政府 聯合那個 不就是這樣子講嗎 我說整個意思其實是 針對總統副總統的部分 OK 對對對 就針對這部分 因為你們自己也把話說得蠻清楚的嘛 重點我們是講 我們當然是科幣希望當總統嘛 是不是 那其他人安排起來 我不知道 或許 不知道 那就問說 侯也願不願當副總統 金服裝說不可能 搞不好不是侯啊 搞不好不是侯啊 我比較相信 我比較相信岳元之說 對啊 如果換侯怎麼辦 如果不是侯咧有沒有可能 不會換侯啦 不會換侯啊 所以民眾黨在等我們換侯 就要跟我們整合 沒有沒有你說的 沒有 就不能換侯嘛 所以現在我覺得 藍白河的機率很低啦 因為看現在裝潢